新闻来源 德国之声 中秋前夕 恒大集团官宣了创始人许家印的去向 表示 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这个消息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和大量评论 有网民评论说 想把资产润出去 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陷入危机的恒大进来麻烦不断 创始人许家印的下落也引人关注 就在中秋前夕 恒大本周四9月28日官宣了许家印的去向 该公司发布公告表示 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其公司股票也将继续停牌 第一财经前一天报道 许家印是在自己的住所被带走协助调查 不过报道并未提及他被带走的具体日期 有知情人士透露 近期内带走的恒大核心成员 还包括许家印的二儿子许腾鹤 每日经济新闻指出 现年65岁的许家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今年7月4日 当时他主持召开了恒大足球球会管理会议 许家印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也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 很多网民挪用桃花扇中的一句话 眼见他起猪楼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来评论这位曾经的地产大亨 也有人回忆往昔 盘点了他人生风生水起的高光瞬间 2012年3月 全国政协会议开幕时候 当时还是中国地产业巨头的恒大老板许家印 被记者围堵 他笑容满面一路小跑 腰上的金色爱马仕皮带格外亮眼 他也因此获得了皮带哥的外号 不过随着恒大近年来陷入危机 他也低调了许多 去年的两会他并没有出现 有网友评论认为 他是被告知不要参加 说许家印被提出中共精英层的群聊 中国政府实施 只在限制高杠杆开发商融资的严格的新规定后 2021年 中国房地产销售开始下滑 许多开发商违约 倒闭 这一年 恒大集团爆出债务危机 总负债已达3000亿美元 难以向供应商付款 并完成房屋的建造 房地产收入大幅下降 恒大也未能按时向散户投资者支付其金融产品收益和本金 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 这年9月 约百名不满的投资者 即在深圳公司大厅要求还款 场面混乱 不过 许家印在2021年 数13家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观里的照片 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流传 这似乎给市场增加了些许信心 人们一度猜测 他这一次可能再度逆风翻盘 挽救恒大 不过负债累累的恒大并未走出困境 上个月 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 恒大金融集团旗下的恒大财富 恒大人寿高管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或者被带走调查 而许家印与妻子丁玉梅离婚一事 此前被曝光 也被外界解读为分割财产的举动 彭博社报道指出 许家印被警方控制的消息 意味着围绕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的整个事件 已经进入了刑事司法体系的层面 许家印的实锤消息 也引发网民的大量评论 许多人说他从首富变首富 有人并不看好被抓后 他们还找回多少资产 认为几个一收不回来了 有人说该坑的都坑了 现在才抓有什么用 有人评论这么晚才控制 结局早已注定 资产转移海外 债务留在国内 有网友想到中秋节 说今天许家印在开收所里吃月饼 也有人分析他被抓的背后原因 想资产转移 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然国家是不会抓他的 自作孽不可活啊 也有人说 许老板的事大概率跟把钱润出去有关 你如果赚了大把的钞票 但只是在国内那也没啥 毕竟这个钱都还会因为你在国内各种消费 最终而分散到每个小伙伴身上 但你把钱润出去 那么就等于你吸了各位小伙伴的血 然后再把这些血输送给外头利益集团 这就等于要抽国家的血 然后输送给国际金融资本 也有人猜测他的命运走向 交代是无期 不交代也不可能死刑立即执行 大概率不会吐出来的 另外购买的国外信托也根本不可能退款的 有人说 如果只有恒大一家留窟窿 那么确实该有许家印负责 如果一大批头布地产商都是一样的玩法 都留下一样的窟窿 那么该负责的就不是许家印 有网民说 作为恒大的业主 只想让他付出代价 也有自称业主的人说 掏空口袋 买了恒大精装房子 尼玛的 现在交个质量极差的毛坯房 还要再掏实来万装修 真的是被害惨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在微博上发文指出 许家印和恒大最终会是什么结局 需要让子弹继续飞一会 但我个人相信 不会出现恒大一旦破产 它的所有项目损失 全都转嫁到 以付款购房者头上的那一幕